Hello 大家好,我是Axo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你看到了我的封面 我一次过买了那么多本书 这些全部我都还没有看过的 这些都是我想要买很久的一些书单 然后会一次过买那么多的原因 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个买书的网站 叫Book Depository 它面临倒闭 因为这个网站是Amazon旗下的一个业务 然后可能不赚钱还是什么原因吧 它没有具体写出来 然后Amazon为了裁员 就把这整间公司就直接关掉 所以我最喜欢购买我的书籍 像我上面的这些书籍 大多数都是从Multipository上面买的 因为它比较便宜 然后又免邮费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网站了 所以我知道了它要关闭这个网站的时候 我就一次过把我想要买的书单 全部书都一次过买过来吧 在跟大家讲这些书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读这些书吧 因为我认为在世界上 你面临到的问题 你面临到的困难 都已经是有人面临过了 然后古代的人也好 以前的人也好 他们都会把一些解决方案 全部的方法 都会写在书里面来记载 那么你读这些书 你就可以少走一些玩路了 就是前人古人都跟你讲 这条路是不能走的 因为你没有读过这些书 你没有有过这些知识 所以你就会浪费了你的时间 第二 第二我认为书是最便宜的方式 来去摄取别人的经验 你想一下一个人他从他出生到他六七十岁 他成功了过后写出的一本书 他总结了他 他想要跟社会表达的一些资讯 你只要读了那本书七八十块 你就能获得人家八十年的经验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喜欢读这些书籍吧 那么我买书呢也有几个选书的方式吧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会在想的如何买书如何选书 对不对 那么我呢 是通常我都会去上网先research 看在那个category里面什么书是最好的 他的top5是什么书 他的top10是什么书 然后人家通常都介绍什么书 我先会把那些书读完先 我才来回去考虑自己去explore自己到书店 去看一下有什么书好我才会买 但是首先我都会把人家推荐的 人家介绍的先把它读完先 或者我也会看作者 如果那个作者是我喜欢的作者 我认识的作者 我就会买他的书来读 比如我大多数看的书都是关于一道商业 也有看过他们就是在书店自己选就买 买了一些书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推荐的 他也会买 我不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是一本好书 它真的有帮助到人 它里面的idea是心盈的 总会有人推荐的 那么有人推荐了你去读 好过你自己去选书来踩坑 买书也是很容易踩坑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买这些书会不会踩坑 但是起码都是我research下来 然后也蛮多人推荐的一些书籍吧 然后我也认为人与人之间拉开距离的 是知识 你的距离跟你的目标的距离其实就差在你有的知识 他到了那个目标 他有的知识一定比你更多 所谓的知识可能是解决方案 可能是心态上 可能是看法上 可能是眼见上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要通过这些书籍 来去获取人家的经验吧 所以获取知识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你可以自己去try and error 去拿经验也可以 说到这里我也相信很多人会说读书没有用 倒不如自己去try 有了那个经验更加容易成功 我认为这也是对的 你读完那么多书 你没有去apply 你没有做任何东西 你有这些知识 你也是不会成功的 读了这些书 只是可以帮助你有这些知识 在你遇到那个问题之前 你懂要如何去解决 你懂要用什么形态 你懂你的眼光不可以那么小 你要看开一点 你懂这些东西 才可以帮助你更加容易的达到成功 而不是你一读了你就会成功 所以这就是书的一个用途吧 而且再加上我认为读这些书 我更加希望的是在我还没有面临到那个问题之前 我先读过这一类的书籍 那么当我要踏进的时候 我就有这一类的知识了 当如果你爱上读这些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比如说你现在你要重新去创业 那么你要创业知识的时候 你当时再来去读这些书 当然不迟 只是说你就要再花时间去找什么书是好的 什么书是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多策略的更多方法的 对不对 你就要去花时间再来去找寻找这些方法 所以我更希望是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可以去读一些书 然后我大概知道有了这个东西 那么我面临到时候我就可以翻来看一下 通常人家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什么解决方案 所以这也是我其中读这些书籍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第一本书是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虽然这个书名取到不是很好 然后这里我也看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了吧 我认为它更加适合美国人吧 因为我看的网站推荐的都是美国网站吧 所以它里面更加多的是美国人 然后里面的知识我认为也比较普通吧 我还没有读完了 可能读完了我会对它有不同的看法也不一定 还有一个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也有收过留言说问我应该要读什么书籍 什么书籍是好的 这里想要回答大家我认为书籍没有说什么是好书籍 什么是坏书籍 只是你在不同阶段你要读的东西不一样 可能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推荐你 Rich Dad Poor Dad OK富爸爸穷爸爸对不对 我相信有看书的人都应该有人推荐你过这本书 但是当你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你读这本书你就会觉得里面的知识很basic OK 但是如果你没有过这一方面的知识 它是你第一本读的书的话 它就会让你大开眼界 所以你每个阶段要读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书它写得更加深太高级 然后你现在只是小白一个新手而已 你读那些书的时候你会感受不到它 你会觉得它跟你很远 你还apply不到它 所以你在试小白的时候你应该去读一些小白的书 你大概了解了它整个basic它的fundamental的时候 你再去慢慢explore更加好的书更加可以讲更加深的书 你就会觉得那本是好书 所以这里要说的就是没有什么好书跟不好的书 而是你在什么阶段就必须读怎么样的书 第二本就是The Million Air Frostland 这本书名也是没有取到很好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它里面要传达的讯息是很好的 然后第三本就是Traction 是一本关于商业的书吧 Getting to Yes 是一个Negotiation的书就是如何跟人家谈判 因为买书也是有一个选书的方法 就是你现在你想要学习什么 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学习如何跟人家谈判 那么我就会在这个category里面去选三四本 甚至五本这个专业人家最recommend最好的书 你读了你就大概对Negotiation跟人家谈判 会有一个fundamental有一个概念了 你去专业这一个category 你就会在这个category好过其他人了 所以这也是Negotiation的其中一本 然后读Sell is Human 也是我在上网找到的一个也是有人推荐的一本书 我还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How to Invest 我相信应该也是这里里面有关系到投资的一本书吧 如果没有错的话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里里面会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看了有什么感想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Think Again 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也是蛮红的 只是我还没有读过 所以我就会买来读 然后Negotiation Genius也是刚才我讲的 跟Getting to Yes 是一个category的一本书 所以我也买了想要一起读吧 然后Getting Things Done 也是一本很红的书吧 就是如果你做事没有productivity 要如何更有productivity 如何做事更有效率 可能这本是一本很好的书 但是我还没有读 读了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Power VS Force 这本是Batrick Van David介绍的一本书 说必读 所以我也有买来看看 它里面会说什么内容 然后接下来就CEO Excellent 也是一本蛮新的一本书籍 我也不清楚它里面会传达什么讯息 但是我相信应该会是一本不错的一个书吧 然后最后两本就是第一本是Principle 这本其实我读过了 只是我很喜欢瑞达刘 我在之前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嘛 对不对 所以它出了两本书 我非常喜欢的第一本就是Principle 第二本我也有跟大家 我甚至有做影片跟大家讲解过 就是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OK我就买了一个实体的一本书 OK很厚 是一本很厚的书 所以这两本我觉得 放着摆设应该也会很好看吧 OK又很有质感 你看它的这个是 比较有质感的一个封面吧 然后像我说那个网站买书会很便宜 你是什么 比如像Principle这样 比如像这本书 如果你在Kinokuniya 我相信买应该是要150多还是160多 我忘记了 总之就差不多这样 可是上网买的话差不多只要100块 就差不多省了一个50多块吧一本书 所以也是蛮很多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Elon Musk 这本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看过吧 就是他的自传 然后我也把它读完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48 Laws of Powers 是Robert Green的一本书 这本书也是非常好嘛 我有他另外一本是Mastery 这本也是一样作者的 我买的时候我也是以为这本书会像这个那么厚吧 可是没有想到是那么小 就是它是比较summary一点的吧 然后我也觉得 他把读 读那么厚的它是有很多example吧 其实你要的是它里面的一些主要想要传达的一些信息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小本也是非常方便嘛 然后这一本neversplit的difference也是非常非常推荐 我相信也是在amazontop5.0的书吧 有读过这一类型的书的话 我相信这一本应该也是大家不可以错过的一本书 我是还没有读 但是每个人那么说 我看10个网站起码有8个网站 都是在top3里面的书籍 然后这本书也是很多人推荐嘛 就是寻找意义的一本书吧 然后有nextflymove就是patrickbandavid的书籍 他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 非常崇拜的一个可以讲是entrepreneur 也可以是content creator ok 都非常欣赏他 所以就买了他的书籍 也很好也有帮助到我 现在差不多读了四分之三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highoutputmanagement 这一本就是关系到关于management的书籍 然后radical candor 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他是讲什么的 反正就是有人推荐就买了 然后trillion dollar coach 也是patrickbandavid所介绍的一本书来的 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也是会不错 然后catching habit ok 然后the mindset 我相信在各大书行应该都会有看过这本书 然后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也是对entrepreneur要创业来讲 可能也会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还没有读过 然后也很多人也蛮多人推荐的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 breed scaling就是关系到如何skill你 business的一本书籍吧 所以也有买 然后the culture code 如何在你的公司create一个culture 然后how the mighty fall 也是一本我相信2022年尾还是2023年最新的一本书吧 我可以买它原因是因为jamescollins 是一个很红的一个作者 也有出过了蛮多书 最新的一本书 所以有买来support一下 就到original 这本书呢 这本书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看过吧 然后 然后这本是meditation 我还没有读 可是它是关系到关于meditation的书 这本书我相信 应该也是很久以前的一本书来的 叫good to great 这一本我读完了 也是jamescollins所出的 然后made to stick 是一本marketing的书籍吧 dare to lead 是关于leadership的一本书 就是如何带领团队 然后deep work 就是如何更加有productivity的一本书吧 然后最后就是no more mr night guide 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但是也是patrick ben david所介绍的一本书 所以这些就是我一次过买的所有书籍吧 总共有一二三四五 总共有三十三本书 大概差不多在两千两百多块左右吧 其实之前我在小学 甚至中学的时候 我都是没有什么读这些书籍的 直到我之前要创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读了那些书籍 就爱上了这些书籍才开始读书了 所以我认为花了这两千多块 应该也算是值得的吧 因为两千多块拿去买设置品 拿去买别的东西 早不如来增进自己一下 而且我小学中学 应该也省了很多课外书的钱了吧 现在就把那些钱就花在这些书籍吧 长大了到了人生不同阶段了 更加需要的一些知识 来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更加好的自己吧 所以这些就是所有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进步 要不断的增进自己 我们才可以越做越好 过到更加好的生活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我们现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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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